想象一个场景,你的宝贝2017年,在重庆,或者山东,欢天喜地地出生了,为了让宝宝健康地成长,你分三次去检疫中心,接种了长春长生提供的批次率20160501401,20160501402的白白破的疫苗。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,你发现,你的孩子居然持续咳嗽到呼吸有机鸣声,医生告诉你是白日咳,what?我不是已经接种了疫苗吗?终于治好了白日咳,孩子突然又咳嗽了,这回更厉害,心脏都快停跳了,呼吸是全卫生,你赶紧送网,医生告诉你,这是白猴,what?我不是已经接种了疫苗吗? 好不容易孩子恢复正常了,突然有一天你看到宝宝在床上紧握双全,整个身体齿而将至齿而静卵,脸色贴清,赶紧送网,经诊断,孩子得了破伤疯,幸好送来得及时,讽则,这时你已经无理思考了,难道我给宝宝接种了假的疫苗? 这样想就对了,其实宝宝不是接种了假的疫苗,只是接种了失效的疫苗,对人体的健康无害,但也没有任何保护性,而且,你得庆幸,幸好这不是狂犬疫苗,和其他针对疫苗事件的视角不同, 我非常关注这个疫苗是怎么失效的。 此外,王阅大表示,根据现行法律规定,长春长生公司受到的行政处罚,已属于从众处罚的情况, 因为摆白破疫苗价格很低,一支三元多一点,涉案超过25万支,或是一共才85万元多。 王月丹说,长城长生生产的疫苗摆白破,属于国家一类疫苗,才是免费接种的,一支疫苗成本很低, 却要花数倍于成本的价格,来保证它的生产环境和储存,运输环节。 换作你是药厂,你会怎么做? 图约登宁曾经说过,如果给资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,他就敢犯任何罪行,包括小手。 资本为了利益可以连自己的命都不要,他会在乎你的命。 所以,这次疫苗事件,悄想的不是药厂的警钟,悄想的是消关部门和我们大众的警钟。 最近热认的《我不是药神》,以平时的叙述,击中了我们的痛点。 其实在我看来,它呈现的同样是民众的无力感和相关部门趣味的现实。 人们相互帮助是令人温暖和感动的,但仅有感动是远远不够的。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机制,对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实施的监督。 比如这次疫苗事件中,我们要关注这些事实,一个事关生命的疫苗或者药物是怎样从生产环节到用户手中的。 其中每个环节我们是怎样有效监管的,事发后应该怎样及时处理,怎样把损失减少到最小。 我们有相关预案吗?而对于我们自己,我们要思考,能怎样有效参与到,事关自己生命的药物权流程中来,怎样运用合法的武器捍卫自己的确实利益? 你自己都不关心自己的生命,能期待别人更关心? 当然,我也看到了,这次事件中相关部门比以往更透明更迅速的应对和处理,看到了国家在一点一点的进步。 错误之所以是错误,是因为你没有改正。 如果你从中西取讲训,那么错误就会成为你不断成长的资源,小到个人,大到国家,盖莫能外。 所以,这样的警钟,是危机,同样也是转机。 此外,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? 我想我可以告诉我身边那些因为接种过长春长生相关疫苗的家长们,不要惊慌失措,可以通过预防接种证,查出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批次。 目前失效疫苗仅仅只是这一个品种的两个批次,让恐惧蔓延才是最大的恐惧。 其次可以告诉那些还未接种疫苗的家长们,即便是失效疫苗也对人体无害,不能因噎被食,因害怕而放弃疫苗接种,风险最高的还是孩子。 目前国家之所以能将白猴,白日口和先生儿破伤风,控制在较低水平,考的就是极高接种率。 如果因为这些事件导致疫苗的恐慌,而拒绝一切接种的话,那受伤的必然是所有人。 国家要坚决的监测助据显示,2008年以来,国家要聘抽检计划,共抽检疫苗产品944P4,合格率99.6%,也就是说,绝大部分疫苗非常安全。 一类疫苗所预防的疫苗,拔着,半日咳,二类疫苗所预防的水痘,这些疾病对于孩子的健康都存在巨大的威胁。 所以,接种疫苗仍然是保护健康最好的手段,我们仍然应该坚持打疫苗。 疫苗是人类对抗传染性疾病最有力的武器,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,才能够形成广泛的,有力的防御。 有人问,自愿大师,为何念佛时敲木鱼而不敲击,杨活其他什么? 大师答曰,世间最勤快的生物莫过于鱼,从不合眼,终日摇动,如此勤奋还需要敲打。 何况人呼,原来名为敲鱼,实为敲人,据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,我不能保证我的记忆比鱼更长。 所以,我要在发生相关新闻和事件的时候,时常敲打一下自己。 你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kaf枇杬本频道,可否可何歌的设计划